看一下发生在江西干州的真人真实哈 因为我们这边下大暴雨啊 把上面的一口鱼汤啊给冲垮了 现在呢冲下来非常多的鱼啊 引来了很多的小伙子在这边捡肉抓鱼哈 我们也来围观一下 看一下谁抓的更多哈 每个人都拿了鱼网啊 然后在这边排队轮番的抓啊 看一下他们到底能抓多少 一起来拭目以待吧 鱼来了鱼来了 看一下看一下冲下去了冲下去了 哇这个人好像抓到了 哇又下去了因为这水太急了哈 然后一冲就把这个鱼都给冲下去了 那个人的鞋子都快冲掉了哈 哇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 这个水看一下 非常的菊哈 难怪能够把鱼汤都冲垮呀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那或者你现在抓了有多少条了 抓了我也不清楚 应该有上百条上百条了这么厉害 看来这边冲下来非常多的鱼哈 几万斤的鱼下来了 几万斤的鱼下来了 看一下看一下非常厉害啊 现在尽管下着鱼但是都抵挡不了村民们抓鱼的热气啊 非常多人在抓哈 一大群的人 抓了一个涟漪 看一下这个呢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老乡搞了满满的一大袋呀 这个小伙子抓了有多少哈 小伙子抓了有多少 给你看一下 上一搞了有一条50斤的 回去了 50斤的呀 这么厉害呀 20多斤的 看一下 这条有十来斤左右 看到没有 这个鱼 还有这下面的 怎么这么大呀 有没有看到 这条应该有20斤了吧 没有20斤 十来斤 上午搞了一条50斤的搞回去了 哇 现在这条搞得比较好的 现在有没有看到那边还有很多人在搞 这条应该有12斤左右 寄我哭泽哈 这么重的鱼 哇 满满的一大袋哈 看来啊 罗罗罗罗 哇 这 一人一只哈 非常的厉害 哎呀 哇 这个鱼 非常的大哈 又抓住一条 好厉害呀 就在这里等着这个鱼 就会冲下来 然后就拿这个网 我去把这些车子 带来 我去把这些车子 都下来 来 我去把这些车子 就会冲下来 那是什么